自日清晨,他在收拾好东西后,便往沉道的洞府前去,说什么他会早起这话,他是不太会信的,毕竟他在这里也有段时间了,就没见他早起过。 果然,当众人已经前往传送镇所在的地方报到时,他进沉道的洞府后,发现他还在呼呼大睡,看着那毫无形容的趴在床上睡着的身影,他暗自摇了摇头,正想喊他赶紧起床时,就见跟着他进来的绿毛一把跃到床头,脖子一扬,扯着嗓子,叫了起来。 听着那鸡叫,再看绿毛那仰头大声叫唤的样子,他的嘴角不由抽了抽。 他清早的哪来的鸡鸣? 他吵死了。 他有些抓狂的猛人跃坐起来,当目光带着怒火睁开时,看到凤九正站在床边盯着他看,不由一待。 凤九? 今天要去秘境,天哪,我这起碗了起碗了,你等我一下,我马上就好。 连忙冲进洗漱间去洗漱,而后胡乱地套上衣服,将墨发竖起,扎了个发关,来到凤九面前。 怎么样,这样行吗? 头歪了。 什么头歪了,会不会好好说回话呀你。 一边则调整了头上的发关,边往外走着。 赶紧的,别等下跟不上大队了。 他招呼着凤九走快点,两人一边网传送阵走去,路上遇到了跟陈道一样,一身不整,神色匆匆的落横。 诺师兄,你也洗完了呀。